巴黎奥运,体操选手于落回菲律宾即收纽豪宅单位一细节 尽显深思于落两金震撼菲律宾狂收奖励两房单位升级三房连车位 菲律宾至1924年首度参加奥运会,100年来成绩平平,因此每面奖牌都极为珍贵 周日在在跳马蜂黄,两日扎两金,有网民感叹菲律宾等了100年,终于在奥运第一次连续两日就起国歌 国会众议院提供的奖金倍增,他已经被形容为菲律宾的国家英雄及国宝 在男子自由体操赢得金牌后获当地发展商送楼,他之后在跳马再夺一金 有关发展商随即加码将礼物由两房升级为三房豪宅单位 娱乐回国收取这份后礼,位于马尼拉黄金地段的豪宅单位已装修得美轮美换 当中一个为他量身定造的金牌茶几,更尽显深思 菲律宾极珍贵的奥运金牌获赠后礼娱乐的豪宅由菲律宾地产商Megawork送赠 该公司由华裔商人吴充满创立 为隆重骑士,Megawork特别在旗下同样位于McKinney Hill区的Venice Grand Canal 摩昂商场内举行颁赠仪式,这个商场无以意大利著名水香威尼斯来设计 商场内设有一条大型人工运河,就如到访威尼斯的贵客一样 娱乐获赠高级豪宅金牌茶几显深思娱乐随即获安排收楼,面值达1000尺的单位以装修得相当精致 客厅和饭厅以银灰色为主调,由灯色到家具,在简约之中不失气派 富有品味的装潢由于设计师示范单位,最富有心思的是 发展商特别为娱乐制作一个金牌茶几面无以花来奥运的金牌正面设计,娱乐开心地跟他合照 看来十分满意这份窩心的礼物,连夺两金获封菲律宾国家英雄菲律宾的奥运金牌极为罕见 为菲律宾赢得史上第一金的举重选手戴亚斯,三年前同样获赠封口的现金奖和物业,根据当地法例 私人企业也会纷纷加入送礼行列,娱乐不止成为菲律宾历来首位赢得奥运金牌的男子运动员,而且还一次过年夺两金,因此政府及企业的奖励如牌山倒海 赞好,娱乐,我们无法用文字去表达我们多么以你为骄傲 你为菲律宾赢得金牌,而且不止一面,而是两面 银牌及铜牌分别得五百万及二百万,赢得两金后,外国传媒营普遍报道娱乐营只获一零零零万批索而非二零零零万,可能法律是以人为单位而非金牌数量 众议院发言人以体育英雄及国宝去形成娱乐 菲律宾地产发展商Megaworld原本送娱乐一间两房住宅单位,价值2400万菲律宾披索,当他赢得第二面金牌后 Megaworld宣布加码,升级为三房住宅单位连车位,附送全屋傢俱装,价值3200万菲律宾披索 再零加300万菲律宾披索奖金,多间餐厅终身饮食甚至为琴女友菲律宾烤鸡连锁店Chokes2Go在娱乐赢得两金后宣布,向他送上300万菲律宾披索奖金 当地韩式炸鸡连锁店Bop也宣布,娱乐可以终身免费饮食他们的商品炸鸡盒 连锁酒吧Tipsy Pig餐厅Jakes Kellyon均让他终身免费饮饮饮饮食 自助餐餐饮集团Vikings也给娱乐终身免费饮食自助餐 菲律宾日式餐厅Hajamu Sushi & Ramen Bar Caliseo的礼物不止限于娱乐本人 连带他的女友Chloe Angeli同样享有终身免费饮饮食 建筑设计集团Nexer Engineering送于乐终身免费工程设计服务 家具公司Apollo Home Depot送于乐价值10万匹索的家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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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